现在我们来讲解肩部原始点的示范 Zither Harp 我们现在按完之后 我们再来找肩部原始点 我们现在来介绍肩部原始点的找法 第一个找法 你可以用拇指 也就是从腋下这样插过来 直线的也可以 这个点就是我们要的 那从这个点 一路按到骨头的近端 然后再沿着骨头 每一点按到它的近端处 这一条线 就是我们要的肩部原始点 另外一个找法 你也可以从这个骨头 一路按上来 每一点一路按 按到哪里呢 按到终点 也就是肩部 还有这里肩膀 二分之一的位置 这样对过来 这一点 就是我们要的 那这一点 在按到哪里呢 腋下对过来的 这一条线 也就是从这一条线 然后循着这骨旁 一路按 这两种找法 都被允许的 我们现在 来做给大家看 第一个要蹲下来 蹲下来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工具拿出来 这时候手肘 掌心是向下 然后记得 不能太高 太高因为压力量太大 患者这里部位蛮敏感的 会受不了 所以我们蹲下来 然后这里斜斜的 放下去之后 前后 均匀的 来按推 好 每一个点 约列来回 按推七八下 好 这里就是骨头的尽端了 那这时候 我们再转过身来 稍微转一下身 然后一样 前后 好 再前后 这已经到最后一个点了 至于对策呢 我们一样要走过去 才能按得到 好 它的找法一样 从腋下 这样直接对过来 好 这一点就是我们要的 那这一个点 再往上 一路找到骨头 然后沿着骨旁下来 这一段 就是我们的肩部原始点 如果 要另外一个找法 也可以 就是从骨旁 一路按下来 按到 这个颈椎 还有肩部 这一段 这一段 的二分之一处 约列就在这里 这一段 好 好 那二分之一处 对过来 刚好就在骨 下面 好 这里 再从腋下 对过来 这样直接跨过来 这一段 也就是从这里 到 这里 就是肩部原始点 那这时候我们一样 是蹲下来做的 然后把手轻轻的 放上去 掌心向下 那这时候按推的 角度就是 在手肘骨 这个旁边 下面的 边缘 好 放下去之后 好 前后 这时候按到 骨头的 尽端处了 好 这时候我们的身体 再稍微旋转一下 好 这就是一个最后一个点了 以上就是肩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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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肩部原始点的按推方法 首先要介绍肩胛骨内侧的按法 要介绍肩胛骨内侧一定要先认识肩胛骨的位置 我们把手往后 好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个就是肩胛骨 那肩胛骨内侧就是要从这里 一路按到肩胛骨的近端 这一段 把位置认清楚之后 好 再把手放下来 那这时候 我们一样站的位置 是这样 然后在左边旋转 然后一边当固定手 把手肘拿出来 掌心向上 然后身体靠过去 按在我们要的第一个点 好 开始进行按推 好 第一个点按完之后 我们再下来一个点 好 每一点按推时间 差不多都七八下 好 结束之后 我们身体再站上来 然后再转回过来 这时候 还是要再测试一下 肩胛骨内侧的位置 好 整个很明确 就在这里 好 然后再把手放下来 然后 按推的方式一样 比照胸椎 也是前后 这时候要注意的 就是要在骨旁 的按推 好 一点挨着一点按 每一点约列 也是七八下 好 这里就是肩胛骨的 近端处 大家再看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按 同侧肩胛骨的内侧 一样把手 拉高 好 这样的位置 已经很明确了 那我们再把它放下来 一样身体 左转 然后扶着之后 好 它的方向是上下的 好 第一点按完之后 第二点一样 上下 按完之后 我们再转过身来 这时候要按同侧 这样按不出来 所以我们要走到对侧 一样把手转拿过来 看一下 这样肩胛骨内侧 很明确 好 我们就从这一点 按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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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點就是最後一個點 好,我們再來看看這個肩胛骨最後這個點就在這裡 好 我們按推完之後一定要記得在位患者做舒緩 至於肩胛骨內側的舒緩 一樣用痘狀骨 這兩個骨頭 也就是這兩個骨頭 這兩個 好,那我按給大家看 直接按到肩胛骨內側 沿著骨旁 來回 至於同側也是一樣就不用走過去 好,這是肩胛骨內側的舒緩方法 至於肩部原始點的舒緩方法 就不用到這兩個 他只要用這一個就可以 一個就可以 也就是這一個 另外這一個就不用用 只要用一個就可以 因為他面積很小 我舒緩給大家看 蹲下來之後 沿著這一個肩部原始點 你只要輕輕按著 好,手一般都是前後 這樣前後 前後 所以我們是前後 好,這樣舒緩完後 另外一側 我再舒緩給大家看 走過去 走過去 同側 那也是用 鬥狀骨 這一個 好,我們就直接放到 我們要按的 原始點 也是用前後 這樣按住之後 前後舒緩 有些患者怕痛 你也可以把舒緩 當作是一種治療 以上就是我們肩部原始點的舒緩方法 至於肩部原始點 應該注意的事項 第一個,一定要注意位置 也就是你要找肩胛骨內側 一定要把手往後舉起來 這樣才看得清楚 而且 當患者放的角度不一樣 這個肩胛骨是會跑的 所以 一般按法 就要看清楚之後 然後沿著骨旁 找他的骨 原始點 再來 再來要注意的肩部原始點 因為比較敏感 所以 力量不宜很大 那按法 絕對不要這樣 垂直的下去 最好 再按肩部原始點 一定要斜斜的 這樣患者才不會痛 那肩胛骨 這個內側炎 它不但對肩部有幫助 同樣對脊椎兩側的作用 也會有幫助 所以算是很重要的一個點 以上肩部原始點 應注意的事項 就介紹到此